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 就是帮我一个粉丝朋友出来看B型房车 在我身后的这个车厂 就是我们当时买A型房车的那个房车厂 这辆车型是B Plus 它比传统的B型要大一些 这辆是个二手B型房车 我们就不看了 其他这些都不是房车 是商务车 这辆房车的品牌是Regency 车型为Ultra Broome 25TBS 它的车长为25尺 宽度7尺10寸 高度10尺6寸 采用旅货疏容的梅赛德斯奔驰 Sprinter 3500XD底盘 和3.0升V6柴油发动机 它的外部包括Tuli家的遮阳盆 和屋外照明灯 这里是特鲁马热水器 还有5个储存箱 其中这个车尾部的储存箱 是左右贯通的 可以说储存空间真的不小 它的净水箱是26加轮 黑水箱37加轮 灰水箱39加轮 而且全部自带自动水箱加热系统 无疑是冬天的好帮手 我们再进到车里面看看 门锁采用密码和钥匙两种解锁方式 在客厅沙发位置有个拓展 展开的时候空间还是挺大的 这里的沙发可以变成一张餐桌 这边是驾驶区域 可以说驾驶的感觉类似于小轿车 非常容易上手 和开A型房车的感觉完全不同 在上方额头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储物盒 这里的控制面板可以查看各水箱状态 控制3600瓦烧煤气的发电机 和四点水力均衡千斤顶系统 另外这款车还预留了加装太阳能板的线路 在一进门的右侧是厨房 拥有一个电磁炉和洗手池 它这里有一个微波炉和烤箱一体机 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不过这款车是没有油烟机的 但是厨房顶部这儿有一个排风扇也是不错的 同样在顶部的还有一个天窗 拉上沙窗省得进门虫 这块门打开是厕所 对面的门打开是洗澡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设计我是比较满意的 干湿分离互不影响 给你们看看我1米72的个头 站在这个洗澡间里边的感觉 大家可以自己评估一下 车的最后方是主卧 上面有不少橱柜 并拥有两张单人床 其实它是可以拼凑出一张大的双人床的 我躺在床上的感觉就是刚刚好 头顶和脚下的空间有限 但手臂伸出来是非常轻松自由的 一侧的床上面还有一个电视 以上就是这辆Ultra Brom的盖栏 这车有点小贵 想知道价格的你们请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我记得在一年前我们买房车的时候 这个房车厂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房车 各种类型的A B C 型都有 但是现在的房车数量少之又少 而且这个粉丝朋友让我帮忙看的B型房车 更是没有几辆 所以今天我就拍了唯一一辆 在这个车厂里仅存的B型房车 这次来房车经销商 我们也没有看到太多的房车 所以对于我本人来说也是比较失望的 不过下期视频我给大家转一转 在我们这个区域附近最大的房车经销商 那个房车经销商 看看能不能看到更多更好的房车 谢谢你观看我的视频 关注我记得回来收看 再见 中文字幕——YK